大家好 这期又跟大家分享我这个盆栽空心菜 这个空心菜呢 之前跟大家分享过了不少的作品 如何养护才能让它 增长爆盆 而且呢 有没有任何的病虫害发生 上期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呢 就是使用了这种 芝麻饼肥制作的饼肥水 来细续给它浇灌 只浇灌了一次 就能让它的长势非常旺盛 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把这些空心菜给它摘掉 然后呢 再给它继续养护 那么我们就有着吃不完的空心菜了 上期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呢 我们摘这个空心菜 一定要把它摘的底部一点 这样呢 才能使这个空心菜长得更加猪大又长 那么这一期的话呢 我们想要它长得更加多的话 我们就不要把它摘的那么下 留出一节的根细 这样呢就能促使它分支的更多 才能让它生长爆盆的效果 空心菜长的爆盆 栽菜的时候呢 也是非常要讲究的 只要用对的方法 才能让它生长爆盆 一个小小的泡沫箱 一次性就能摘的这么多的空心菜出来 所以呢我们想要它长的爆盆 长势旺盛的话 我们不仅要勤快的给它摘 而且呢水肥管理一定要跟得上 才能让它长势快 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给它施肥了 因为呢 现在已经进入了六月份下旬 这个空心菜更是逐渐的老化 我们呢要在这个时间段施肥的话 以蛋领甲肥为主 才有效的让它长势更加好 那么我们适用的养分呢 就选择使用这种素效复合肥 所含三大元素比较充足 12比12比17 17是甲元素 这样呢就能让这个根细 养得更加强壮 输送的养分才会多 那么这个空心菜才会长得旺 因为这种空心菜呢它比较使水 我们呢要对水给它浇灌 大概去50粒左右就可以了 搅拌充分溶解 一次性给它浇透 好了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空心菜 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